今天要玩一個好玩的事情 就是我把我的響笛 寄給了一個完全沒有催過響笛或是長笛的朋友 然後在線上教他怎麼在一堂課的時間 將這個樂器吹出聲音來 還有演奏一首曲子 嗨 大家好 我是仁堅貓 最近我有推出線上一對一的課程 你們都知道吧 不知道的趕快看下方連結 那我陸陸續續有收到一些詢問 詢問裡面有幾個問題是非常常出現的 譬如說如果我沒有在現場看他們吹的話 我怎麼知道他們問題在哪裡啦 或者是線上課的成效會不會不好啦等等的 也有人提出說如果我沒有在現場看的話 我怎麼會知道他氣勢怎麼運作的 其實啊 由於這個長時間啊練習樂器啊的關係啊 所以身體的運作其實相當的了解 所以呢我即使在上現場課呢我也都不是 完全的靠看呢去看你怎麼吹唱笛的 其實我是用聽的 也就是說呢我可以知道呢現在也在演奏的人呢他這個吹出來的聲音他是用到身體哪個部分他口腔的狀態是什麼 那最即便是我眼睛閉著我都知道你是你裡頭的狀態 也就是說你是不是背太緊啦或者是下巴太用力啦 口腔哪一塊肌肉太用力等等的我都是可以用聽呢就可以知道呢告訴你你要怎麼去做調整 那看呢只是讓調整這件事情呢變得更加有效率而已 看呢只是輔助的也就是說 譬如說我可以知道呢你現在拿長期的知識啊或是你的站姿呢造成了你哪個部分比較緊啦等等的 這個我就可以 藉由看呢立刻的去告訴你 所以線上課完全是可行的 那當然啦 線上課跟現場課他因為平台媒介不一樣需要注意的事情相對來說也就不一樣啦 那你在上線上課的時候呢你如果需要有效率呢 其實是你要注意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是你的收音器材 那收音器材呢如果你不知道怎麼選購的話呢因為我已經有所研究了 所以我會告訴你呢你要怎麼去做挑選 我會幫你一步一步的去設定完成 那第二個呢是呢你的這個 上課地點採光是不是充足 那其實採光充足這件事情呢 不一定要靠你的自然光喔 他可以 也不是說你一定要有什麼打燈的器具啊等等 當然你現在要做到這件事情相對來說已經比以前變得非常容易了 如果你要選購的話你可以問我 因為我有這個相關的這個攝影的 背景 那 其實你只要巧妙去運用呢 你跟光之間的相對位置 包含你家裡照明的狀態啦 就是你上面的燈啊 燈具啊 的形狀等等的 其實都有 有辦法去找到這個相對應的光線 比較好的位置 那呢我也會幫你呢 去找到 在你家裡找到這樣子的一個位置 那第三件事情呢就需要你 自行去克服的就是 網路速度的 這件事 但網路速度其實在這個年代其實是非常好解決的啦 因為我們現在都已經要賣路 5G嗎 所以只要你有達成這三件事情呢 你都能夠有效率的呢 去上線上課 那當然線上課一定有他限制的地方 譬如說如果你想要跟老師即時的合奏 這就比較困難了 因為線上有時間 網路時間差的關係 但是要克服這件事也不是那麼困難啦 其實只要就是老師這邊呢 有視線的 預錄錄音給你啊 然後讓學生端這邊去播放 其實就好了 那為了讓大家看看呢 這個線上課程呢 是什麼運作的呢 所以呢我就想到了一個企劃呢 就是找我一個完全沒有演奏過長笛 或者是想笛的朋友 那我就把我的想笛寄給他 然後我試著呢在這個線上呢 教會他如何呢 在一堂課裡面就吹出聲音 而且演奏一首曲子 那我們就來看看我們這個企劃吧 現在有三個步驟 然後你就可以吹出聲音來 對 好然後首先呢 我是要 我要給你先講那個 呼吸的 事情 因為吹長笛就是最重要就是呼吸嘛 嗯哼 就是所有管樂器最重要就是呼吸 好所以 你那個笛頭先放著 然後我們第一個步驟是 先來就是試著生吸跟土 就是生土跟 不是 吸生跟土生啊 然後我們就要想像呢 這裡跟管子 然後一直沖到你的腹部 嗯 好那我們之前 之前你應該有聽過是什麼 腹式呼吸 對不對 好可是其實呢 實際上我們還是吸到我們的肺部 就是我們 就是要常 就是我們有一個橫隔膜 那你那個橫隔膜我們常常要練 所以我們才要想像呢 你這個跟管子 就是tome down你的腹部 然後他可以常常訓練你的橫隔膜 能往下撐 這樣你的 你的肺活量就會增加 好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先 吸 然後吸氣的時候 你先一隻手放在胸口 然後一隻手放在腹部 像這樣子 對 好那你現在 對然後我現在在吸氣喔 你看喔 你有感覺到嗎 就是 有 我先是這個 這樣起來對不對 然後再來才是這個 對不對 所以你在吸氣的時候一樣 就是你要想像這個是個袋子 然後你吸氣呢 就先從下面開始抓 然後一路抓到這裡 然後差不多到這裡就可以了 不要在上面 因為在上面就太緊了 如果就是吹拐月子太緊的話 肩膀就會緊繃 對 所以我們就不要吸到太上面 就差不多這裡就可以了 好你們看我吸手 然後吐氣 有沒有它會慢慢縮下去 對就讓它慢慢縮下去 然後你不用硬 好OK 好然後我們進步進入到第二個 第二個呢就是在吹拐月的時候很重要的是 控制你氣的方向 那 其實會吹直笛就會吹長笛 也會吹響笛 好 然後 但是呢 長笛跟 就是直笛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氣不是直接就是吹進 那個 就是月氣 像直笛就是直接就吹進月氣 可是那個 不管是響笛或是長笛 短笛都是一樣 就是你要去控制你氣的方向 好所以我們現在來試著呢 去 控制你氣的方向 我們現在把手拿出來 然後呢你唸 撲 這個音 撲 對 嘴形就一直維持在一個撲 的狀態 撲 然後都是 不要 完全不要去縮你的嘴唇 好 然後你用這樣的方式去 你從這裡 一路吹氣吹到這個地方 這樣 像這樣 好然後就這樣來來回回 這樣 我剛剛是從這裡吹吹到這裡 然後再吹回來 OK你試看看 嗯哼 對很好 下嘴唇不要刻意的收喔 一直都是噗的這個音 對 對很好 OK 然後呢你現在這個路徑自己規劃四個點 一個是這裡 一個是這裡 然後再來是這裡 再來是這裡 然後每一個點呢 我們就是把剛剛練習的第一個步驟有沒有 就是氣的那個東西呢 放到這個練習裡面去 深吸 土 就是 犧牲跟土生 這件事情 好 所以 先從這個點開始 如果你一開始沒有塗到這個點沒有關係 就慢慢把它調回去這個點 然後就是 讓你的意念在這個點上 你會發現有時候不會一開始掉到這個點上對不對 對 可是這個是 這是一個很好的練習 就是它即使沒有在這個點 可是你把它叫回來這個點 就是一個練習 然後就感覺吸血度進容 先讓那吸 嗯哼 好OK 好然後等一下呢 我們就直接拿低頭來試 然後低頭的位置大概就是 我們剛剛規劃四個點對不對 然後吹的那個方向 就差不多會都在第三個點到第四個點 這種點 都是我們會用的位置 OK 好 然後 等一下呢 下嘴唇要注意一下下嘴唇放的這個吹嘴位置啊 在這個 邊角這裡 就是蓋這樣一點點 對 蓋住一點點 就是你會微微的感覺到這個地方 嘴唇這個地方 會蓋住 這裡一點點 然後你先唸 就好了 啊 嗯 不 對 啊 嗯 對對對對對對對 方向是對的 OK我們再一次好了 然後 把那個剛剛第一個步驟跟第二個步驟 放進來 然後你先回想一下第二個步驟 我們再練那個位置 第三個點第四個點 啊 嗯 啊 啊 嗯 嗯 嗯哼 對對對 哦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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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有有 ow 有 racial 對 對對對對 啊 嗯 噗 啊 嗯 噗 對 啊 嗯 噗 對對對 對對對 對 就是這樣 這個是要蓋多少啊 就是 這樣子 一點點 假設這個是我的下嘴唇的邊緣 然後就是這樣蓋這樣 一點點 OK 這樣看得到嗎 對 對對對 很好 對對對 好 然後一開始嘴唇這個位置會跑對不對 然後你試著呢 讓它吹出聲音之後呢 把那個感覺記住 還有那個位置記住 然後在旁邊推一次 對 好 子底還記得怎麼吹齁 啊啊啊 哈哈 子底 子底的手 就是想底的指法跟子底的手指法是一樣的 所以它就是 後面這個大拇指 按住 OK 對 然後食指、中指、無名指 好 然後呢 拿想底還有長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這裡有三個支點 一個是吹嘴以防 是一個支點 另外一個支點是這一隻食指 好 再來是右手這大拇指 右手大拇指的位置 對 大概在這裡 對 這樣比較清楚 你看喔 會差不多落在這個 有沒有 右手食指這個鍵 跟中指這個附近 對 這是三個支點 好所以 這裡比較重要的就是你這個 食指要夾好 然後你看到這裡 有一個這個東西對不對 你摸一下這裡 感覺一下這裡 食指 你用那個 另外一隻手摸一下你的手 對 好 這個地方 要靠在 把長递拖在上面 這樣 然後把它夾住 對 好你先這樣子 其他手都不要按下去 好 你就先這樣子 然後動一下 對 前後動一下 然後呢 感覺一下喔 你的長递不能轉喔 因為你剛剛在吹的時候 你會被發現 就是說如果你 就是底頭在轉的時候 你聲音就吹不出來對不對 好所以這個位置就是一定要固定住 這樣子 對 對 對然後接下來 然後吸吸吸吸 對 然後吸吸吸 對很好 對很好 對 二三四 你現在吹一個 C的長音 然後可是心裡想的是 C La Sola 懂我意思喔 你現在吹C的長音 可是你心裡要想 對 然後接著 好 第二個步驟 就是呢 你一樣是 想像你在吹一個C的長音 可是你 舌頭要點 它就變這樣 對 對 好 然後現在把它換成 對 先讓它圍進在一個平衡的音量就好 你試看看 你真的不要吹太多 對 對然後舌頭 對 對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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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誰 終於 好啦看完這個企劃內容呢 有沒有覺得其實線上上課 它也可以是很有效率的 不過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呢 線上課果然最重要的還是收音吧 因為我朋友那邊呢 他其實沒有收音的器材 所以呢我們就只好先省略這個部分 但是呢即便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態呢 都還是可以有效率的去達成 其實這就看老師的功力啦 因為我教學上我是比較講究一套系統的 我會幫助你去一步一步的去了解你的身體 以及分析每一個你做出來的這個動作 它需要第一個先達成什麼 第二個達成什麼 第三個你自然然就可以催出聲音了 你從這個過程當中就可以發現 其實是很有系統的在學習這件事情 好啦不知道呢這個影片呢有沒有 改變了你原本對線上課程的想法呢 如果你有興趣想要上線上課程的話呢 歡迎看以下連結 你也可以先線上課體驗喔 好啦那就這樣啦 希望今天的影片呢對你們有什麼幫助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呢 歡迎為我的影片按讚 或是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們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喔 好啦那就這樣啦 下次見 掰掰